小姐 老爷 您找我 庞仙子 好好瞧瞧 老爷我刚买回来两个茶杯 老爷的眼光 那当然没话说呀 这得值多少钱哪 十个铜板 瞧这样式大方 材质轻便 价格低廉 这此乃居家必备 款待宾棚之首选哪 老爷我记性不好 记错了 告诉你啊 这是我足足花了一千两 天下通队 响当当的银票买的 你看这细细品味 这样式高雅 材质真奇 价格贵 这此乃传世 这首选哪 这小兔崽子 越来越会说话的 喜欢吗 喜欢 这俩给你了 不不不 小的不敢 这一千多两啊 给你你就拿着 给你了 小的不明白 为什么 这俩东西 要花一千多两去买呢 一千多两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两个东西啊 一千不值 啊 那 小的就更不明白呢 嗯 最近龚公公不是在瓦舍里受伤了吗 这李天照 想赔付龚公公的医药费 他决定参加武师大赛 我老了 也没有什么别的希望了 就是希望看着小安能出人头地 这不最近在咱们镇上 要搞武师大赛吗 机会难得呀 小安呢从小就喜欢武师 这功法还不错 最近我给他找了不少 这个武师的高手来指点他 应该说拿个冠军十有八九 可谁知道啊 这李天照突然杀了出来 这小子 从醋居到下棋 还有武秦夕 都好像会那么一点点 在他身上 总有不可能的事情发生 我不能不防啊 但是 我好像还是不太明白 老爷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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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果然是深谋远虑啊 小的绞尽脑汁 也不及老爷万分之一啊 但是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把那钱 给那胡一拐呢 我这不是用这一千两银子 赌赌他们的嘴吗 如果要是因为这一千两银子 那李天照失去了参赛斗志 那这冠军 小安不就是十拿九稳了吗 哎呀 高 实在是高啊 啊 等我是说叛啦的呀 三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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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跟宫里报了 说我已经想了办法 一个月之内 肯定能够查出百戏图的下落 主子 我就说嘛 您这是诸葛亮在世 什么事啊 您一出手啊 那解决队给解决掉 到时候啊 认得胡一拐三头六臂 他也变不出一千两银子来啊 胡掌柜 那这里呢是一千两银子 你收好了啊 那我已将所有的地方 都重新检查过了 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要是再有人受伤 责任可是要自理啊 我 没事 主子 没事 诸葛亮还溜出奇山呢 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啊 你说是不是 是 不是 水都不让人喝啊 不是 主子 主子 你别呛着喽 哎呀 呗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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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天赵 这你舅舅他还我钱的事 你知道吗 他换钱 一千两银子 你 你不知道 我就知道他有钱 竟忽悠我说没钱 对了 那武师比赛我就不用参加了 太好了 正懒着动呢 天赵啊 你一定要去参加武师大会 我真的很看好你哦 爱情不顺心 不心忙事业 天赵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能因为一个女人就消沉了呢 这事你不懂 我这都是为了你好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 那我可就不管你了 那好吧 走的时候顺便把门关上 哎 天赵 哎呀 我真是哀气不醒怒气不争啊我 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男人 你怎么能为一个女人什么都不要了呢 我又不是什么都不要了 我又不是什么都不要了 只是我最近心情不好 我估计过半年也许就好了吧 半年 嗯 哎呦 谁等得了你呀 谁等我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说这时间是宝贵的 这生命也是宝贵的 你这么着不是白白浪费时间和生命吗 没有爱情的生命 就让风把它留在往事的时间里吧 哎 郭伦伴 其实这件事情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哎 郭伦伴 你呀 出去自便吧 有用程来啊 走吧走吧走吧 天赵 天赵 哎哎 为何你不懂 别弱我不懂 李天赵你个小兔崽子 你等着 别落在我手里 哎 总管 您别生气 叫我说呀 费那么大劲干什么呀 直接叫人把他抓起来不就得了 哎 可不能盲目下手啊 现在朝堂里头 包黑子和攀人美两股势力 全都盯着武师大会的事 这皇上又把李臣妃 从冷宫里给放了出来 情况太复杂了 虽然皇后是一天一只鸽子 催咱们赶紧动手 但是也提醒咱们 一定要有真凭实据 万一咱们一动手 不知道什么人也就跟着动了 没准人家就等着咱们动手呢 一切听公公您的安排 行 李天赵 你不是喜欢杨红秀吗 那我就帮你 这您这是 我找杨红秀去 合适吗 我去有什么不合适啊 那这 请喝茶 您也坐 红秀啊 我今天本不应这么冒昧 可是真的是事关重大呀 是 关于天赵的事 关于天赵 天 天赵他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 不过 依我看也快出事了 这天赵对你的心思 难道你真的看不出来 公老板 公老板 这件事谁来管也轮不到 你来管吧 按理说是这样 可是你看这个瑞和瓦舍 那胡义管 人操得就跟块抹布似的 他哪懂得儿女情长的事啊 你再说这金莲跟允哥吧 涉事未深 财书学浅 他们也不会说呀 哎呀 我是左思右想 辗转反侧 我真是不忍心 看你们这对鸳鸯反目 老眼纷飞 于是我决定 这件事 还必须由我来跟你说 公老板 您有什么话您就直接说吧 好吗 天赵他到底怎么了 天赵不是本来要参加五十大会吗 嗯 现在他不参加了 他不参加了 是啊 不可能啊 他不是还要赢了比赛 还你钱的吗 哎 我公雄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我能真要他钱吗 好啊 我这一说不要了吧 他就不参加了 哎呦 我这心是卧凉卧凉的呀 反正天赵参不参加 肯定有他的理由 我尊重他的意见 红秀啊 他这可是因为你呀 他对你有情 可你拒绝了他 你想想 他能不难受吗 这五十大会 可是能见皇上 光宗耀祖机会多好 这百年不遇啊 这回可好 天赵为了儿女私情 连前途都不要了 如果你是他的长辈 难道你不痛心吗 我这说正经事呢 你乐什么呀 空老板 我明白了 其实你今天来呢 是给李天赵当媒 嗯 当说客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跟天赵的事跟你没关系 所以 你还是请回吧 哎 请吧 哎 七号啊 是 空老板 你真的不用再多说了 天色已晚 请回吧 等一下 空老板 你知道你今天来当睡客 为什么会失败吗 因为你太不专业了 麻烦你下次再来当媒婆的时候 记得换身大红色的衣服 再偷两红脸蛋 不送 那是鬼 哼 你就是鬼 明年 我 好 老七 老七 您好 想想你 皇舅 我 天长 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但是我叫你来 也是有些事情想要跟你说 你还是先听完我说的 再决定喜不喜欢我吧 你也知道 我是天波杨府 杨老令宫之后 前段时间 在边境与辽邦的战争中 我们杨家几乎全军覆没 到底逃回了几个人我也不知道 按道理讲 两军征战 胜负都是常事 但是这次我们杨家 是被人陷害的 最可恨的就是那个潘仁美 他在现场不但胡乱指挥 还见死不救 回到朝中还恶人先告状 结果皇上下令 将我的族人全部一网打尽 让我有家不能回 只能在外面找机会 替我们杨家洗血院去 我身上 背负着杨家的血海深仇 所以 所以我一直不敢回忆 你对我的感情 这些国仇家恨不解决 我还有什么心思去谈儿女私情呢 那你打算怎么办 现在那个潘仁美 在朝中失离那么大 我也不知道该相信谁 所以我要见到皇上 只有见到皇上 把这一切告诉他 才能还我们杨家一个清白啊 所以你想和我一起去 参加五十大会 好面见皇上 帮你们杨家洗血冤屈 你 我答应你 你们杨家满门中烈 为大宋百姓做了那么多事情 我也该为你们杨家做点事 不过还有一件事情我没跟你说 把这么大的事情 扛在一个女人的肩上 你承受不了的 你应该由男人来保护 我向你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保护你 让我照顾你一辈子 不过我绝对不会以武士为妖邪 就算你拒绝我 我也会去武士 如果你不答应 我不会再打扰你 你自己保重吧 好 天长 谢谢你 真的太谢谢你了 你知道吗 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你 你就已经给我很多惊喜了 你是说真的吗 在我心里面 你早就是那个 无所不能的人了 你是 我心里面的大英雄 王兄 听着 王兄 我们在一起 不管经历多大的风雨 都不会分开的 明天我们去登记吧 登记 登记就是报名的意思 不会有人看见吧 不会有人看见吧 天照 我是想 在我们大事未完之前 先让我们 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 我不想让大家知道 太多我们的事情 再报一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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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舅 有事啊 说 说 哎呀 舅舅 你就快有外甥媳妇了 啊 哎呀 啊 哎呀 隔壁上边铺子里的庞丫头 不是 是咱们玩舍的 金脸 我觉得还是 不要找那个娱乐圈的啊 最好还是老师本分少言寡语 我觉得隔壁庞丫头挺好的 不是 是杨 杨洪秀 行啊 小子 只是杨洪秀可不是普通女子 她要做的事情太多 嗯 我知道 洪秀昨天都跟我讲了 所以我决定帮她完成愿望 去参加武士大会 进京面胜 什么 你要参加武士大会 不行 为什么呀 哎呀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空球千方百计的逼着我们 参加武士大会啊 嗯 哎 总之你参加了武士大会 绝对不会有好结果的啊 公球就等着算起我们呐 我不管 我一定要参加 我甚至不败影子鞋 哎呀你这傻孩子啊 舅舅能害你吗 你别说了 没什么能阻挡我 哦 长大了 舅舅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啊 舅舅 你好好歇歇吧啊 我们以后再说这事儿 这交给我啦 哎呀呀呀呀呀 这事儿你可干不好 芸兵有什么难的 客人来了往里领不就完了 看见姓潘的 不领不就完了 哎呀潘老远们 拿着 你好 sır 你看 多谢 啊 こう 来 里面请 哎呀 路过呀 路过就要进来坐坐喝茶嘛 这个面子可不能不给啊 请请请 天照啊 上座伺候 来来来 看来这个迎兵活真不适合我 上场 范老爷啊 今天这个茶 你可要尝一尝 明前茶 可好了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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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尝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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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范老爷 这个茶呢可是大有讲究啊 对吧范老爷 特别是泡茶 这个茶具呢是更讲究了 嗯 您看看啊 我的这个茶杯 你看看怎么样 哦 不错 就是不错 对啊 确实不错啊 你这得十文钱一个吗 嗯 用不了十文钱 哦 潘老爷们 您那再仔细看看啊 是不是觉得很眼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那就是了 我们潘府下人喝茶 用的就是这个 行了 这茶也喝完了 天也聊完了 你们忙你们呢 我啊 走先 嗯 潘老爷啊 潘老爷 这这 这是 怎么回事啊 我还问你呢 这怎么回事啊 哈哈哈哈 你问我啊 我问谁去啊 哎呀 哎呀 您慢用啊 谢谢啊 这边茶马上就来啊 好好好 你忙你忙 都特意给你忙 童秀啊 你 你真的要参加这个五十大会啊 对啊 你参加呢 我就不拦你了 可是天照他不能参加呀 你是不是就别拉着他去了 他为什么不参加了 反正他有不能参加的理由 是他让您过来跟我说的 哎 不是 我自己 他参不参加那是他的事 反正我是一定会参加的 哎呀你去参加了 他哪能不去啊 那就是他的事了 我自己会继续练的 我 查来喽 现在的年轻人哪 我是瓦舍老板啊 过几天就要开练了 我叫你练不成啊 你会吗 嗯 这样吧 你力气比较大 你五十头 我腿上呼覆好 我五十尾 来 带手 哦 钻进去 手把这儿啊 嗯 进来啦 哦 先试试吧 哦 哎 慢点儿 哎 哎 不是这样的吧 哦 那怎么样啊 哎 你别乱跑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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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高兴吧 一点默契都没有 哎 手怎么了 哎 哎 嗯 你们两个就继续练吧 看你们能练出什么样子 等你们两个练好了 你们的孩子都买地跑了 嘿嘿嘿嘿嘿 嗯 太累了 我想回去睡觉了 明天还得做饭呢 我也累得不行了 累我倒是不怕 可是咱们俩也太没默契了 好吧 好 飞鸟再烈吧 好吧 好好好啊 总管 总管 小碎碎传来了一个好消息 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 最近都是坏事 先说好事吧 好消息就是 李天赵和那个杨洪秀 在后院练武师呢 这也就是说 他们要参加武师大会 好 太好了 你确定 是李天赵在武师吗 这个小碎碎传的话 应该是没错吧 不过 他们为什么又突然参加比赛了 这个小的也不太清楚啊 嗯 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就是 他们两个武师舞得一点都没有默契 照这种情况 他们俩根本就拿不了武师大会的冠军呢 如果他们要真是夺不了冠 那我们几个脑袋还不是得 你肯定他们舞得那么差 照小碎催形容 他们就算是一只活狮子 也是一只半身不随的狮子 看来我得想想办法 他们舞成这样不行啊 嗯 不能叫我那个师兄胡义拐袖手旁观他 嗯 您几位放心了啊 这两天呢 我们厨房的厨师啊 做得可好吃了 他最近啊 心情特别的好 胡掌柜 我们还是不敢再冒这个险了 今天我们来啊 也就是看看他表演 你看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谁还敢吃你们家的饭呢 没关系没关系 大家来就好啊 主要是图个乐嘛 哈哈哈哈 千万不能像上次那个样子 五渡头一来 说完掉头就跑了 哈哈哈哈 来了 又来了你看看 来了啊 啊 兄弟们 爱上级的指示 这次武师大会 因为原因特殊 关系重大 特别是岭南武师队要来参加 与咱们本地的武师队 共同角逐本届武师大会的冠军 乡亲们哪 岭南武师队 那可是南派的狮子啊 都到咱们醋局镇来挑战了 醋局镇的老少爷们 按常理 我是个当差的 有些话是不能够说的 可是 人家都到咱们家门口来挑战了 要是把咱们给收拾了 那可就真没有面子了 丢大人了 是爷们的 就站起来 操练起来 为了咱们醋局镇的荣誉而战 快快快 不要走 不要走啊 不要走啊 乌鸦嘴 乌鸦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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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大叔 您这儿的饭呢 我就不留下吃了 实在是太苦 我最近不上火 先告辞了啊 说对 你不上火啊 我上火 次次来搞得我这里成这个样子啊 哎呀 你说我们怎么这么没有默契呢 哎呀 会不会是我们两个人不合适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一宗警示 谁说的 啊 红秀你千万不能迷信呢 咱们口算卦的都说了 咱们俩最合适 八字最合 啊 啊 我迷信 啊 我迷信 你不还是找外面算卦了吗 我跟你说这算卦的最能害死人的 知道吗 啊对啊没错啊 当时我没带钱的没算出来 不 其实算的也挺准的嘛 天正 哎 这 杨红秀你怎么在这啊 啊 我 我 红秀也参加武师了怎么了 哎 哎不是 三个人参加 对啊 三个人可以一起报名的 那 谁做替补啊 哎 哎 你们不是让让我做替补吧 你觉得你比我们两个谁厉害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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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好吧 哎 我有一个条件啊 我得讲清楚 就是见皇上的时候一定要带上我 这没问题啊 啊那个 到时候见皇上让你站前面 嘿嘿嘿那好那好 那赶紧操练起来吧 可是 我们俩出了点小状况 嗯 嗯 师兄啊 那么晚了 我要睡了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 可是我睡不着啊 我现在就想找个人说说话 你说咱们俩师兄弟这么多年了 还没好好地聊过呢 我们有什么好聊的 我又不会伺候娘娘 你瞧瞧你这脾气啊 啊 师父当年最担心的就是你这脾气太过火爆 我要还是以前那脾气啊 你还能住在这里吗 你敢吗 咱们都老了 哪儿还有那么多脾气啊 你不请我坐下 师兄啊 你说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有什么可真的呀 你知道吗 我真的特别羡慕你 所以说你没有孩子 但是你有天照啊 多好一孩子呀 我看着真是打心眼里喜欢 你把我们两个都害了 我对不起师父 也对不起你们 你今天来 就是来找我忏悔的吗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 没什么事就是想找你聊聊天 师兄啊 师兄啊 我昨天好像看到天照和红秀 在院里武师来着 他们还要参加武师大会啊 不是说不参加了吗 他们参加我哪知道啊 孩子们大了 我们也管不着 他们俩那技术真是太差劲了 就那技术还想参加武师大会 还想夺魁呢 是 虽然现在你们没有还钱的压力了 可这也不是儿戏呀 师父再生的时候 嘴巴老挂一句话 重在参与 反正孩子们玩高兴就好 默契是需要培养的 在培养你们两个的默契之前 我们得先看看 你们到底是多么的没有默契 怎么看啊 允哥给你们准备好了笔和纸 我将会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共同来写答案 写好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答案 哦 你问吧 好 第一个问题 当今世上谁是最大的好官 开始 这个我一定能答对 好 我们先来看看天照的 天照的答案是杨老将军 为什么 杨老将军是大宋的中流砥柱 虽然现在被江人陷害了 但是我相信他是大宋最好的官 是吧 红秀 有道理 红秀 你的答案呢 看看 包青天 对啊 我认为是包大人 其实呢 他是一个好人 只可惜他现在权力太小了 整不了那么多的坏人 也对啊 我就不信了 我们答不成一样的 你再问一个 好 第二道问题 谁敢在皇上头上胡作非为 这么简单 好 这次我们先来看红秀的 红秀啊 潘仁美 没错 就是这个狗贼 他竟敢气上玩下 连皇上都敢骗 他就是在皇上头上胡作非为的家伙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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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好 好 对不起 我没控制住 那 你的答案 拿出来 快点拿出来 天招的答案是剃头匠 我讲只有剃头匠才能在皇上头顶 胡作非为嘛 你们两个确实没有什么默契 同样的问题 这答案想法都不一样 你们两个共同武师难度确实挺大的 就是啊 天招哥 要不你跟我配合好不好 我就要跟红秀配合 否则我就不参加 看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了 允哥 从明天开始 我们将对他们两个进行 地狱般的魔鬼训练 师兄啊 你也知道我是宫里的 你真的就忍心 叫天招一辈子当个厨师啊 我觉得 咱们这些当长辈的呢 不能太自私了吧 我 我就是想帮他也帮不了 师兄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 百戏图在你那儿了吧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是把百戏图上面那些武师的绝招都交给天招他们 我保证他们能拿冠军 什么百戏图啊 如果我真的有这个宝贝 我还能在这里开个瓦舍 过过过这样的苦日子吗 我随便从里面找个戏法 收徒的也比现在强啊 我觉得 如果我们太在意个人的荣辱的话 而忽略了孩子们 这就差点意思了吧 你记不记得当年师父怎么对咱俩的 那绝对是满腔热情啊 你别老师父师父的 师父在世的话 他希望看到我们两个现在这个样子吗 算了 不说了 好吧 我走 哦 不过师兄啊 我知道 你肯定又在怀疑我想搞什么阴谋 送天照去参赛 完了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 我跟你说 我压根就没有这么想过 就算是我这么想了 为了孩子们 你就不能冒把险吗 算了 不说了 睡了 走了 好 要想默契 长时间的磨合是在所难免的 俗话说得好熟能生巧嘛 但现在咱们的时间紧任无重 只能采取非常方法 在这当中你们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只有这样你们才能一等式 迅速建立起默契听明白了吗 嗯 听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好吧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最严酷 最可怕的运动了 为了提高大家的积极限务 和尹哥将组成第二小分队跟你们共同比赛 事先说好 如果谁输了 谁就要拿出月钱请大家吃饭 哦 比就比 谁怕谁啊 哎哎哎 再考虑考虑吧 月钱没了 这就没好吃的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 行 哎比就比啊还怕你们啊 先不要说大话啊 比赛现在开始运搁上筷子 筷子 好 我们呢一人手里拿一只筷子 需要把这个球夹起来 哪一组先到达终点哪一组获胜 比就比谁怕谁啊 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啊 这球很容易掉在地上 如果掉在地上呢 就要马上捡起来 从哪里掉从哪里开始 比赛 开始 慢点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 由于李天照只顾自己的个人感受 不顾对方的感受 他们输了比赛 下面我们进行第二项比赛 我们一人出一只脚绑在一起 还是我跟允哥一组 还是你跟洪秀一组 还是同样的距离 哪一组先到达终点哪一组获胜 好好听我口令 比赛 开始 看来你们两个真的是一点默契都没有 我不认识他 喂 都只考虑自己怎么能行呢 这样吧 你们留下来帮我刚才说的两个运动练好再说 允哥 咱们走 走 哎 这个月的月前 嗯 见见着 月前 那天晚上我可看见您 你们可够现实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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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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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金脸 嗯 你说 这么轻松就赢了他们俩的月前 我们再多凑两个项目凑个少没 哎呀 允哥做人不能太贪心 我们也是抱着城前毕后治病救人的态度跟他们比赛的 只怪他们太无能了 现在啊目的达到了 真是可惜了我这个人才 这两个孩子太急了